一、锻炼幼儿的耐心与观察能力 二、培养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和手指灵活性 游戏材料 27根彩色木棒 每种颜色分别9根 一粒颜色骰子 一个木环 游戏玩法 游戏可两人玩 也可以多人玩 将所有木棒放入木环中 使它立在桌上 年龄最小的小朋友先置骰子 然后轻轻地从木环里抽出 颜色与骰子一样的木棒 黄色 黄色木棒 红色红色木棒 蓝色蓝色木棒 大家轮流玩游戏 将木环和木棒弄倒 则输 反之则赢 游戏 游戏规则 每次只能抽出一根与骰子颜色相同的木棒 如果没有与骰子相同颜色的木棒 游戏 游戏暂停 快来看看我们是怎么玩的吧 想玩有趣的小棒吗 想 我们把这个木棒插入木棒里面 然后让木棒立在桌 立在地板上 年龄最小的人先置骰子 如果最小 好的 你我呢 假如我知道了 红色色的红颜色 那我呢 先抽一根红颜色的木棒 但是呢 不能让木棒 全部掉落在桌子上 你们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的 那好 明明同学 你先来吧 注意不要让闪子滚到外面哦 哦 是蓝色 是青青的 好的 全面同学 这是黄色 该我了 也是蓝色 哦 差一点就倒了 好 继续 哎呀 是红色 青青同学 是红色 哎呀 青青同学要抽倒了 蓝色 啊 明明同学要小心哦 那 好的 带你啊 是红色 红色 哎呀 耶 我们赢了 小朋友 你们会玩了吗 亲爱的小朋友 大家想一想 这个游戏 还可以怎样玩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算分的形式来分出胜负 比如说 比如说黄色木棒一分 红色木棒两分 蓝色木棒三分 当木环倒地 游戏结束 大家可以算一算手里的木棒一共有多少分 分最高的小朋友就获胜了 哈哈 这个游戏的玩法可多了 还可以用木棒来玩我们民间的游戏挑小棒 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还想到了哪些有趣的玩法呢 试着玩一玩吧 谢谢 谢谢欣赏